这是新年前夕一年里的最后一夜 夜幕来临,天气冷得可怕 鹅猫般的大雪下个不停 在漆黑寒冷的冬夜里 一个小女孩正赤脚走在大街上 是的,她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穿着一双拖鞋 可是那有什么用呢? 那双拖鞋是她妈妈的 一点都不合脚 当她匆忙了穿过街道时 两辆马车飞驰而来 吓得小女孩把鞋跑掉了 其中一只怎么找都找不到 而另外一只让小男孩捡到拿走了 那个小男孩还说 等将来她有孩子了 可以把她当作摇篮用 现在小女孩只能光着双脚走路了 寒冷的天气把她的双脚 冻得轻一块紫一块 她的旧围裙里兜着一堆火柴 手里还拿着一款 整整一天没有任何人向她买过一根火柴 也没有任何人给她过一个铜板 可怜的小女孩 她又冷又饿地向前走 脸上写满了痛苦 雪花飘落在她金黄色的长发上 卷曲的长发散落在她的肩膀上 看上去很美丽 不过她没有心思想自己漂不漂亮 温暖的灯光下从窗子里射出来 街道上弥漫着烤鹅肉的香味 是的 这是除夕夜 她的心里想着这件事 街道上有两座房子 其中一座微微深处 比另一座更接近接行 于是小女孩在这座房子的一角坐了下来 她缩成了一团 把一双冻得发紫的脚也放在一起了 可是她感到更加寒冷 她不敢回家 因为她连一根火柴也没有卖掉 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赚到 她的父亲肯定会打她的 而且家里也非常寒冷 整个屋子都空荡荡的 屋顶已经有裂缝了 虽然最大的裂口 已经用干草和破布堵住了 可是冷风还是能够关进来 她的双手几乎就要冻僵了 哎 哪怕只是一根小小的火柴 对她而言是非常有用的 只要她有勇气抽出一根在墙上画着 她就可以暖暖手了 最后她终于抽出一根火柴 扑斥一声 她被点燃了 冒出温暖的火光来 当她把手拢在小火焰上时 她仿佛变成了一根小小的蜡烛 温暖而明亮 这道小小的光亮真是太美丽了 小女孩觉得自己真的坐在一个火炉边 光亮的铜炉堂里 火烧得那么旺那么美 咦 这是怎么了 小女孩刚想到把脚伸出去暖和暖和 火焰突然熄灭了 啊 火炉也不见了 她孤单地坐在那里 身边什么也没有 只有手中燃烧过的了 的火柴 她又画了一根火柴 她燃烧着 发出亮光来 被亮光照着的那块墙壁 突然变得明亮 像薄纱一样 她看见房子里铺着雪白布料的桌子上 摆满了精致的碗碟 还有烤得香喷喷的 肚子里塞满了梅子苹果的烤鹅 最美妙的是 那只烤鹅从盘子里跳了起来 背上还插着刀叉 满山着走到地上 一直走到可怜的小女孩面前 就在这时 火柴又熄灭了 她面前只有一堵厚厚的冰冷的墙 她点燃另一根蜡烛 现在她坐在漂亮的圣诞树下 上次圣诞节 她透过玻璃窗 看见一家富有的商人 家里摆着一棵圣诞树 可是现在这棵比那棵漂亮多了 也大多了 她绿色的枝鸭上 有几千只被点亮的蜡烛 还有彩色的图画 就像商店橱窗里摆的那些一样美 小女孩刚把两只手伸过去 火柴又熄灭了 圣诞树上的烛光 慢慢向夜空伸去 她看见它们 变成了闪亮的星星 其中一颗星 落了下来 在夜空画出了一道 长长的亮光 又有一个人去世了 小女孩说 因为她的老祖母曾经告诉她 天上掉下一颗星星 地上就会有一个灵魂 去到上帝那里 老祖母是唯一 对她好的人 但现在已经去世了 她又在墙上画一根火柴 四周都被她照亮了 在亮光中 她的老祖母出现了 她看起来那么慈祥 那么温柔 奶奶 小女孩叫了起来 请带我走吧 我知道火柴一灭 你就要不见了 你就像之前 那温暖的火炉 香甜的烤鹅 漂亮的圣诞树一样 消失不见了 于是 她急忙把剩下的 所有火柴都化亮 她实在太想 把祖母留住 这些火柴发出了 非常强烈的光亮 把四周照得比白天还要亮 祖母从未像现在这样 美丽而高大 她把女孩抱了起来 紧紧地搂在怀里 在光明和幸福中 她们飞走了 飞到那没有寒冷 没有饥饿 没有忧伤的地方 她们与上帝在一起了 然而隔天清晨 小女孩却依然 坐在墙角里 她的脸颊通红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她死了 在旧年的最后一夜 被冻死了 新年的太阳升了起来 阳光温暖地 照在她小小的尸体上 她坐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堆 燃烧过的火柴 她想用火柴取暖 人们说道 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她曾经见到 多么美好的东西 她曾经在温暖的光芒中 跟祖母一起 走进了新年的幸福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